地球上空出现神秘奇想 随即引来全世界人们关注 通过科学家反复研究 发现这是太阳风暴划过地球导致的自然现象 认为并不会对人类有所损伤 建议人们安心地欣赏这场视觉盛宴 很快好奇的人们纷纷拿起相机 打算记录这次万年难遇的天文奇观 结果意外还是发生了 要般突然活动一场 刺眼的阳光瞬间将所有面向他的人灼伤 各地的电子信号同时消失 而那些被灼伤的人也失去了光明 虽然有一些幸运的人逃过此劫 可此时的飞机已经失去方向 正朝着附近的城市坠去 然而男人丝毫没有慌张 淡定地拿走所有人的食物 蜷缩在卫生间的角落等待命运的到来 下一秒飞机便快速地砸向城市 大难不死的男人走出机舱 看着眼前破败不堪的城市 暗自庆幸自己还活着 然而幸运的不止他一个 同样躲过灾难的比尔坚男爬起 他原本是一名生物博士 一天前还在实验室研究名为三间树的植物 它们不仅可以产生电波与同类交流 甚至体内的油脂可以取代石油燃料 这一发现很快便解决了地球资源匮乏的困境 然而这种植物对人类似乎并不友好 会从根部对附近的生物发起攻击 以至每次取样都需要全副武装 很快这种新型能源得到大家的青睐 但还是遭到一些环保人士的反对 他们认为植物应该待在自然界生长 所以会偷偷潜入提炼厂 试图将植物放出实验室 很快工作人员发现了异常 通知博士二人赶紧前往果园 结果在途中女同事却发生了意外 待到博士赶到时 潜入者早已摘下同事的护目镜 博士明白三间数喜欢攻击人类的眼睛 只好把自己的护目镜交给同事 此时植物的藤蔓开始蠢蠢欲动 眼看四周危机四伏 博士只好拿起电击器反击 然而自己还是被飞出的藤蔓所伤 众人赶紧将博士送往医院 好在攻击他的只是幼苗 医生表示休息一天便会痊愈 然而正是因为这次意外 才让博士躲过了片头出现的蔑视危机 清醒过来的他发现医院早已陷入混乱 街道上更是站满了双目失明的人 他们十分无助并且非常害怕 得知能看见的人犹如遇见救命稻草 疯狂地上前寻求帮助 好在博士及时出现 悄悄地将艾莉救走 眼下二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能希望施政能够提供帮助 结果发现这里人满为患 失明的人早已将门口围得水泄不通 警卫甚至直接动用武力驱散难民 无奈博士二人只能离开 眼见事态如此严重 博士更加担心实验室的状况 随即带着艾莉回到提炼工厂 结果发现这里早已变为废墟 所有的三间树已经逃离 实验室的人同样无一幸免 想到提炼工厂不止一个 博士赶紧将研究成果下载 希望可以从中找到解决办法 这时艾莉想到父亲就在附近居住 逃跑的职务一定会经过那里 随即二人便驾车前往艾莉家中 结果他们还是回来得太迟了 此时艾莉的父亲已被藤蔓缠住 正被三间树拖向丛林 焦急的艾莉赶紧抬枪射击 虽然成功将植物击退 但也引来更多的三间树包围这里 趁着他们还未发起攻击 博士赶紧把伤心的艾莉拖走 然而更可怕的是 此时的三间树正朝着城市移动 他们会杀掉人类为自己提供养分 为了让所有人知道这个消息 博士二人立刻来到了基地寻求帮助 同时通过广播告知难民远离三间树 然而发出的提醒却被心怀鬼胎的哈德听到 接着便冒充高层的身份来招揽手下 打算用自己的方式来重建城市 然而此时三间树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 大量的三间树向着城市移动 他们需要猎杀人类为自己提供养分 此时幸存的人带着盲人前来基地求助 结果却遭到军方的开火警告 吓得他们赶紧放开负责人 这时博士二人也赶到了这里 希望基地派出小队铲除三间树 结果负责人却对危机不管不顾 认为那些只是普通的职务 眼前需要收集一切资源重建家园 无奈博士只好寻求其他办法 想到父亲也是培育三间树的专家 让爱丽留在基地 自己准备驾车去寻找父亲 结果车子还没走多远 博士就被入侵者偷袭 很快他与爱丽便成为了俘虏 原来这些人正是冒充的哈德指使 希望博士加入反抗联盟 将他们与盲人绑在一起出门寻找食物 然而就当众人走进仓库时 博士在角落还是发现了异常 这里早已被三间树所占据 结果下一秒众人便遭到了攻击 顷刻间整个仓库乱作一团 眼看爱丽就要被拖走 危机时刻博士及时赶到 点燃喷气罐直接将藤蔓烧断 然而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瞬间被三间树拖进深坑 幸存的人赶紧逃离仓库 此时中卫也明白了三间树的恐怖 即刻打开博士的枷锁 同时向哈德建议 让博士先解决三间树的问题 哈德表面上答应了中卫 实际他选择不再隐藏自己的野心 他要组建自己的末世帝国 通过广播召集那些无助的盲人投奔自己 而私下偷偷地绑走博士与中卫 将他们带到荒郊椰林准备处死 这边对爱丽谎称博士被三间树杀害了 希望爱丽继续为他召集更多的人 然而就当士兵准备开枪时 一滴粘液掉在了他的肩膀上 众人顺着方向望去 三间树直接朝着士兵发起攻击 伸出的藤蔓直接将士兵吊起 另一名士兵吓得赶紧发动汽车 中卫健壮立即上前争夺 此时三间树距离他们越来越近 蔓延的藤蔓直接将二人缠住 危机时刻博士拿起短枪 看准花蕊直接一枪将他击碎 被困得二人乘崩获救 结果士兵却威胁博士交出钥匙 打算抛下二人独自离开 这时被声响引来的三间树越来越多 士兵更是吓得不知所措 此时三间树正朝着他们快速移动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博士将录音机放大音量 转身便扔向了士兵 正当士兵对此不解释 三间树瞬间向他发起攻击 因为播放的正是他们痛恨的声音 博士二人赶紧回到车上 在三间树攻击到达的下一秒 中卫成功将车子启动 一路横冲直撞逃离此地 可由于气候寒冷 二人只能顶着寒风一路前行 直到他们发现了一处修道院 博士这才体力不知倒了下去 这里收留了很多前来避难的盲人 众人赶紧为博士处理伤口 数天后身体恢复的博士出门探查 结果却在远处发现异常 三间树只是停留在远处的小山上 并不会靠近修道院 这让博士感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可眼下没有时间再去多想 天气逐渐转暖 三间树很快将迎来繁殖期 那样人类更加毫无胜算 即刻带着行李与院长告别 结果博士刚穿过丛林 眼前便出现可怕的一幕 那些修道院的人竟然被绑在树上 而三间树正吞噬着他们的身体 博士这才明白 植物不会攻击修道院的原因 生气的博士立刻返回修道院 当众揭发院长的谎言 质问他为什么用人来献祭三间树 而院长认为这么做理所应当 那些献祭的人都是无用之人 然而这番言论立刻遭到所有人的反对 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 将院长赶出修道院任其自生自灭 接着博士便与中尉告别 继续踏上寻找父亲的征程 而哈德这边通过艾莉的帮助 视力范围已经遍布整个城市 但艾莉始终无法忘记博士 时常私下偷偷调查博士的死因 结果不仅发现了哈德的真实身份 同时这天通过护卫的口中得知 其实博士并没有死 当下艾莉决定去寻找博士 在离开前通过广播揭发了哈德的野心 同时提醒幸存者不要再来这里 听到广播的哈德立刻前去制止 结果却发现播放的只是艾莉的录音 此时的她已经趁着夜色离开 而城市的大街早已被三间数所占据 城市中涌现大量食人植物 吓得女人疯狂躲避 然而刚一转身 却被另一棵植物挡住去路 看着两侧的植物越来越近 女人只好钻进旁边的车厢 结果这里也即将沦陷 艾莉只好踹开厢门再次回到街上 情急之下打碎路边餐馆的玻璃 接着拿起菜刀防卫 这时在尸体的手上发现一把车钥匙 正是门前停的那辆车 然而此时三间数已经攻破餐厅的大门 伸出藤蔓扫清障碍 同时朝着艾莉张开大嘴 艾莉见状拿起菜刀便挥了出去 趁着三间数挣扎之际 赶紧逃到车上准备离开 结果四周的三间数越聚越多 导致艾莉更加慌乱 在植物攻击到达的下一秒 艾莉成功将车子启动 侥幸逃脱的她本打算去寻找生物博士 结果拿起地图寻找标记时 却一不留神把车撞向路边的大树 无奈艾莉只好徒步前行 很快夜幕降临 四面干枯的树枝沙沙作响 突然后面传来汽车的轰鸣声 艾莉以为是前来抓她的人 吓得她赶紧逃跑 眼看后面的汽车越来越近 慌乱中的艾莉却不慎摔倒 结果还是被神秘人抓走 此时的博士正前往小镇 希望父亲有消灭三间树的办法 可博士在半路却遭到了伏击 发现竟然是两名幸存的孩子 当博士表明来以后 希望他们将车借给自己 但姐妹二人希望跟着博士拯救世界 无奈博士只好带着他们一同离开 这时半路突然停了一辆越野车 博士谨慎地下车查看 发现来人正是自己的父亲 很快三人便跟着父亲回到家中 结果走进房间 发现艾莉竟然也在这里 二人相视而笑 这一刻博士心底的情感不再隐藏 短暂地叙旧后博士找到父亲 此时父亲已经找到消灭三间树的办法 原来他已经培育出改良的雌性三间树 只要用雄性树的花粉为其授粉 便可以得出无法繁殖的包子 再将这些包子为外界的雌树授粉 相信三间树很快就会灭绝 如今只差雄性三间树的花粉 为了尽快将它们消灭 博士决定返回实验室寻找 提前点燃火把以备不时之需 同时播放录音来吸引三间树 此时发出的声响越来越近 博士刚转身却发现是小女孩 原来他偷偷地前来想帮助博士 结果下一秒女孩就被藤蔓缠住 只见三间树已然现身 博士急忙连开树枪却没有任何作用 危机时刻捡起地上的火把 吓退那些缠住女孩的藤蔓 接着跳上三间树上 抡起火把朝着花瓣疯狂砸去 片刻之间三间树被成功消灭 很快博士便将花蕊带了回来 事不宜迟父亲赶紧开展实验 直到天亮 父亲成功将药物研制出来 将他们混在食物中对三间树进行投喂 这是疲惫的他听起妻子多年前的录音 结果导致培育中的三间树陷入疯狂 父亲见状拿起电击器上前制止 可突如其来的藤蔓还是缠住他的手臂 听到呼喊的众人赶紧前去救援 情急之下博士连开树枪 虽然成功将三间树击杀 可依然还是没有救回父亲 此时天空白花花的包子落下 三间树的繁殖期已经提前了 世界很快将会对他们占据 为了应对这次灾难 军方的飞机撒下船单 通知幸存者前往怀特岛避难 那里远离陆地没有三间树的困扰 结果庄园却迎来了不速之客 反抗联盟的哈德找到了这里 让手下将所有人抓住 以此来威胁博士解决三间树 无奈博士只好暂时答应 可如今想要消灭三间树比登天还难 但想要逃脱哈德的掌控还是比较容易 趁着哈德找他的间隙 小姑娘将录音机偷偷放在了外面 很快夜幕降临 果然大量的三间树受到吸引围了过来 哈德赶紧让手下去打开防护网 结果士兵却选择解救博士 此时庄园没了电网防护 大量的三间树涌入庄园 人类的攻击没有丝毫作用 近处的士兵直接被藤蔓拖走 眼看三间树越来越多 博士众人打算趁乱逃走 结果发现护目镜数量不够 这时博士看到母亲留下的面具 儿时的记忆顿时涌上心头 想起解救自己的土著人 正是用三间树的枝叶涂在眼睛上 以此来躲避三间树的攻击 如今情况紧急博士只能冒险尝试 此时院内的三间树越聚越多 众人忐忑地走出房间 轻手轻脚地在植物之间穿行 突然一棵三间树注意到了博士 伸出长长的触角在他脸上划过 居然真的放弃了攻击 这下众人可以放心地离开 这时哈德突然出来试图阻拦 嚣张地打碎面前的花朵 结果下一秒他便被藤蔓缠住 留在这里沦为三间树的肥料 故事结尾博士与众人乘坐小船 奔向名为怀特岛的世外桃源